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屋 我是月娱姐姐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一起来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磁铁书啦 那我们之前也一起玩过这个磁铁书 那废话就不多说了 快跟月娱姐姐一起来看看 我们今天要拼什么样的小车吧 GoGoGo 那么今天呢 月娱姐姐在这一大堆的卡片里面呢 选择了这一辆小车 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 这个是什么车吗 一个绿色的 上面呢有一个白色的五角星 其实它最重要的呢 是车头的这个小的烟囱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农场里面 能够建到的运输车 那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建的还是比较少的呢 那今天呢 就和月娱姐姐一起来 把这辆绿色的农场的运输车给拼出来 那首先呢 我们要找到它的各个部分 那这个呢 是五角星的部分 我们找到了 把它放在这边 接下来呢 是有一个绿色的半渗型的这样的一个 找到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一边 那它们的下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轮胎 那我们找到了连接这一部分的 前面的这个绿色的 我们要把它卡上来 那因为我们的小车呢 是行驶在路面上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轮胎 是不是挨着我们的地面的呢 所以整体呢 我们可以往下稍微移动一下 挨到我们的路面就好了 那再往前呢 是一个绿色的部分 是这个吗 诶 是的 来 我们把它拼接上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小车部分呢 还差一个轮胎 还有一个烟囱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小人 呃 烟囱和我们的轮胎 我们来找一找啊 轮胎呢 是黑色的一个小圆形的 诶 找到了 来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部分 这个位置 接下来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上面有个小的长方形的烟囱 是这个 让我们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那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车头的这个地方 然后是我们的小人 我们的小人呢 是带了一个红色的帽子 然后有一个红扑扑的小脸蛋 穿了一个蓝色的深蓝色和浅蓝色的这么一个衣服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那小朋友们看我们还有其他部分需要来接着拼装的吗 诶 没有啦 那我们的这个农场的运输车呢 已经拼好了 滴滴滴滴 诶 我们接下来要去烟好的好多鲜红鲜红的果子啦 那么这个车呢 我们现在已经拼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拼一个什么颜色的什么样的小车呢 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诶 这里面的颜色都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究竟原则我们就来拼这第一个好了 那第一个呢我们看一下它有螺旋桨 那还是一个特别像一个小船的样子 它一看就是在我们的水底 前面呢还有一些扑扑扑扑的小泡泡 那它呢就是我们的潜水艇 那我们把它给固定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找这个有点橙色 有点放红色的这个零件 还有我们的前面的螺旋桨 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工具 那是不是我们刚才找到的呢 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啦 稍后呢就会用到它了 接下来我们找这个橙色 有点偏红的颜色 哇 终于找到的是这个吗 对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潜水艇的身体的部分 那接下来还有它的上一部分有窗户的一个橙红色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螺旋桨 好像不是这个 我们这个螺旋桨呢是黑色的边边白色的里 但是它是长的 不是这个圆圆的 哇 我们找到了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有窗户的这个部分啦 那我们这个呢是行驶在海里的 所以呢我们要整体往上移 我们快快把它安装上 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上面的这个工具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前望镜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看到外面的一些东西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潜水艇是不是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呢 特别的好看 那它呢是白色的 黑色的 那还有我们整体的颜色呢是橙红色的 非常亮的色系 那我们在深蓝色的海里面 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发现它呢 那么小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一共拼了两个交通类型的工具 那一个呢是我们在股场里面 诶可以见到的这样的一个运输车 前面呢有一个大大的烟囱 那它的整体呢是绿色的 非常清新的颜色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的水里的潜水艇 诶它的整体呢是红色又有点橙色的 那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吗 那如果喜欢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哦 一定要记得关注彩虹屋 那如果小朋友们喜欢月月姐姐的话呢 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其他节目 我们的玩具故事屋 玩具欢乐秀 以及玩具对对碰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 月月姐姐在那里等你们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了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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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